大家好 我是Dan 2020年7月 警方收到了在首尔的一个公寓内 家人们的电脑手机被黑客入侵的报警电话后 开始进行了调查 在这里很特别的是 就连在拔掉网线断网的情况下 黑客也是远程控制了电脑 留言家人们的个人资料并威胁 因为很像是恐怖片的剧情一样 所以这个事件在行我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然后在2021年 犯人的身份被公开后 再次惊讶了所有人 这个事件一开始就有非常多诡异的地方 一个过着非常平凡生活的一家人 从2020年初开始就遭到了黑客入侵的事情 这位黑客会打开家中的电脑后留言 我还会回来 你在哪里 傻瓜 你骂 残废 被这个情况吓到的家人 就试图拔掉网线 关掉路由器的电源 阻挡了所有网络 但是就在断网的情况下 黑客也是在电脑通部留言 甚至是在警察面前也是一样 家人们开始担心 会不会是电脑里已经有了木马病毒入侵后 自动播放事件已经指定好的信息 所以就重新格式化了电脑 也换了新的路由器跟新的网线 但是犯人还是照样在电脑留言 甚至连孩子们的平板电脑也被控制 这个犯人在平板电脑上 留下了家人的饼子跟手机 甚至也播放了母亲与儿子的通话录音 不只是这些 犯人也留下了这样的留言 家里面已经设置了50个窃听器 下次就是银行账户的威胁性留言 并且也将大门的密码留下 证明自己不是在开玩笑 看到这个密码后 家人们已经不是惊讶 根本就是恐惧了 因为这个密码是 母亲为了遗访万一就在两个小时前刚换的密码 而且也没有在手机电脑等任何地方留下信息 只是用说的告诉了家人们而已 之后警方就将电脑手机等收走 进行了电脑监视 开始展开了全面调查 但是在警方展开全面调查的时候 犯人也没有猥琐 反而是越来越大胆 这个犯人趁家人们都外出的时候 偷偷潜入家中 亲笔写下了入侵结束后离开了 但是警方在CCTV里没有查到有外人进出 因为都擅自闯进了家内亲笔留言 家人们都感到无法说明的恐惧 而警方也为了安全 给家人们申请了身边保护措施 不过家人们因为太害怕 最终还是选择搬家了 但是在刚搬进的新家 也是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然后到了2021年 警方公开了犯人的身份 根据警方发表 透过电脑监视查出了该电脑的外部访问记录 结果发现在同一个时间 有两个滑鼠一起连到电脑的记录 而犯人就是 这家的儿子 哇 整理一下就是 这家的儿子从2020年7月开始 就用无线滑鼠写下了 残废傻瓜你妈 以及家人们的手机后码 窃听器 银行大门密码等的威胁信息 并且还留下通话录音亲笔留言 让家人们都非常不安恐惧的 度过了7个月 而在母亲报警后 警方来调查 电台来采访的时候 这个兔崽子也是继续在那里 最终逼父母亲搬家了 2020年7月 轰动全韩国的诡异黑客事件 就以这样 哇的结局结束了 很好奇被曝光后 这个儿子的下场会怎么样呢 所以如果是大家的儿子 或者是兄弟姐妹做了这个事情的话 大家会怎么样呢 我 哎呀